台积千年谷论识万一金 今天A股出现令人振奋的反弹 2449的关卡不但保住了 而且就万民哥的理解 至少要到2520以上能够站稳 中国的股市还有金融市场 才能得到稳定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未来几天这个地方 还是会有比较激烈的多空交战 但是一定会站稳这个底线 大家都知道如果从技术线看的话 中国的股市不能够在2550到2450之间站稳的话 其实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股市的跌会影响到信心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谈这个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个 日本人怎么让中国爱上日本的 这个话题可能比较轻松一点 这个技术性的分析可以找其他老师去研究 万民哥想跟大家谈谈个人的一点心得 我们这个题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是这几年中日之间跨境电商成长的情况 主要是日本透过跨境电商 卖到中国产品的金额 这个2018年大概有1.8万个亿日元的产品 透过跨境电商包括天猫 包括京东等等的电商平台 卖到中国来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都不是透过代理商 或者说是正式的这种经销管道进来的 而是透过平行输入进来的 而且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有特定 还有个别的爱好者 在这个透过电商向日本采购 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产品 而且这个发展的形势非常快 那表示日本的产品的确让很多中国人放心 让很多中国人喜欢它的东西 这个喜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最近翻了一下日本媒体的报道 接下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日本最近几年来 到日本观光的人数成长的状况 大概就是这三四年的时间 赴日观光的全球到日本观光的数量 急剧的增加 当然这其中中国的观光客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是2018年1到9月份 各月跟2017年1到9月份的比较 大概今年 应该讲去年2018年 中国赴日本观光的人数达到735万 较2017年成长了15% 所以成为赴日观光第一大的来源国 来源地区 那当然韩国的成长也非常快 但是韩国毕竟人口规模比较有限 真正的巨大的市场 还是在中国 万民哥记得十年前去日本的时候 其实日本那个时候很多的厂商 或者店家或者商场 都已经做足了欢迎中国观光客的准备 当时中日之间 或者说中国到日本观光的市场 还没有完全开放 但是日本人已经摩拳差涨了 为什么那样讲 十年前万民哥到日本的时候 东京很多商场广播的时候 除了英语日语之外 都不忘附上中文的广播 虽然那个时候中国观光客 还没有大链出现在日本爆买的情况 但是你已经感觉出来 山雨欲来丰满楼 日本人把中国观光客 当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 这个观光客到了日本以后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带动了整个中国人 对日本产品的消费 如果不是2013年14年之间 发生中国渔船跟日本的 海上厅的船相撞 或者钓鱼岛事件的话 其实中日之间的贸易 或者中国在日本人消费观光的情形 会比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更为热烈 但是都不管怎么样 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 因为大量的中国人到日本观光 带动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 还有对商品的这种喜好 对日本的经济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接下来跟大家看一张图 这个图更有意思 这个图是最近这几年来 去年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 就中国从日本进口 成长最快的 大家看看 万民哥把它框起来 主要就是食品 烟草相关的这种名声用品 成长了84% 这个统计数字 达到了大概不到2亿美金 但是成长最快 不过 不过就日本的统计来讲的话 数字比这个更加惊人 日本的媒体做了一个调查 比如说许多受日本欢迎的品牌 像这个资深糖 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 出口的需要 已经在东京投资了 2000亿日元进行扩厂 比如说日本最大的水果卖片公司 这个也是日本的食品厂 这个Hurugara 这一年来 过去一年来 对中国出口的水果卖片 增加了七倍 七倍 就一年的时间增加了七倍 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食品 虽然我们看到 到日本爆买的情况 已经不像前两年 这么热烈 但是对日本产品的需求 其实还是在不断地增加 从水果卖片在中国大卖 而且还很奇怪 这个Hurugara 在中国本来就有设产 就是说它这个品牌 在中国本来就有生产 水果卖片 但显然 内地的消费者 还不满于如此 想干脆就直接从日本买原装进口的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大家想想看 这个中日之间隔一海之隔 其实距离很短的 以现在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便利 对不对 其实打个比方说 从上海到日本 可能比上海到武汉 更快 更方便 可能比上海到成都 到重庆 对不对 更有效率 所以从上海人的角度 这是打个比方了 买日本这个产品 所负担的运输成本 比买这个四川的产品 这个负担的运输成本 其实可能更便宜 这个我就 这个你就可以理解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 比较富裕的地区 还是集中在这个东南沿海地区 这个地方的消费市场 是相对比较巨大的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所得 现在几个大城市 已经就超过 或者说接近两万 人均国民所得的这个水平 对于进口 或者高质量的产品的需求 当然势必是非常大的 那我跟大家再看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 这个对比 更觉得让人家金飞喜比 这张图是这个日本各大手机厂 手机品牌 各大品牌的这个手机 在线上 在电商上销售的状况 大家看上面那条排名第一的 华为 华为过去一年来 每一个月稳稳地站稳地在日本 线上手机销售的这个第一名 第二名可能是苹果 可能是华硕 那个三星根本就排不上名了 那再看下一张图 这个是2018年 到10月份为止 华为在日本手机的市占率 大家不要看 虽然只有占第三 大概占了9.6%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华为的手机 到去年6月份 才跟日本的三大电信商 建立合作关心 也就是说 从6月份开始 大量的这个在日本销售 过去我们的印象就是说 到日本去买高科技的产品 那传统产品 或者传统产业 可能比较 大家兴趣不是这么高 但是现在刚好相反 日本人反而爱上了 中国的这个高科技产品 中国人反而爱上了 这个日本的一般的消费 或者这种传统的这个产品 这个是让人家感觉到 非常这种惊讶的一种变化 这个其实 这个万民哥过去 这个没有来这个内地工作之前 曾经在台湾地区担任一家 知名度还蛮高的 蛋糕厂的这个总经理 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我到日本 从来不买日本食品 我这个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以个人 对于食品的专业 还有辨识能力 我认为的日本的食品 第一个色素太多 第二个香料太多 第三个糖分太高 那还有一点就是 化学添加剂太多 这个化学添加剂 包括乳化剂 包括防腐剂 我经常很不解的一个情况 就是像台湾地区很多人 很喜欢到日本买日本的东京香蕉蛋糕 我就觉得很奇怪 日本没有生产任何一根香蕉 但是它的香蕉蛋糕 居然可以吸引盛产香蕉的台湾地区民众 去抢购 这是实在是一个很调诡的 很调诡或者说 令万民哥作为一个食品专业的经营者来讲 感觉很不解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日本生产的这个所谓香蕉蛋糕 第一个没有任何香蕉的成分 第二个呢 因为没有香蕉成分 它要有香蕉的味道的话 它一定加了很多香料 再加上它的这个质地 加了很多的乳化剂跟防腐剂 这个乳化剂跟防腐剂 没有加入食品这个产品中 呈现给这个消费者之前 它的味道 就原来的味道是很难闻的 有的是非常刺鼻的 加到食品里头以后 加工制作的过程中 可以增加食品的细腻感 或者保湿度 但是你如果没有 同时加入很多化学香料的话 盖不住这个所谓化学添加剂的 本来的味道 所以你就知道 日本食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致度 其实是有很大危险的 再加上日本的食品的法规 其实规定的相对比较宽松 日本基本上是一个 道德自治率比较高的国家 法律的约束 它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严谨 所以日本政府比较相信 食品厂商透过自律不会乱来 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 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万民哥在这边还是奉劝各位观众 对很多东西的消费 要本乎理性 当然万民哥也曾经请教过上海本地的朋友 说为什么上海人那么喜欢买日本的东西 这个上海朋友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中国人素质还是比较差的 那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 所以一般人认为 日本的东西就是好 这是一个整体的形象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 日本很多的产品 其实里面都有中国元素 比如说 接下来看这张图 这是日本的资生堂 为什么叫资生堂 英文叫Shadow 资生堂的取名 就源自于《易经坤卦》里面 所讲的这个自灾坤源万物资生 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宇宙之间有个坤源 是影响或者创造世界万物的造物者 这个坤源 它可以资生所有的万事万物 这个意思 你就可以想见这个资生堂 它当初取这个名字 它有很深的意涵 中国人取名的时候 喜欢找算命先生 日本人取名的时候 就喜欢从中国的古籍中 去找这种典故 所以你就发觉 这个在思维上 这个中日之间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再跟大家再看下面一个图 这个是日本很有名的 一个模型玩具的一个品牌 如果年轻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这家叫邦代 这个叫万代 它的这个取名也是取自于什么呢 中国的太宫六涛里面所引述的 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 公商较真语 此真正深也 万代不义 万代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书里面讲 这个音有五种 公商较真语 这是真正的原因 其他所有的音都是经过变化 或者高音的这种调节 等等等等的 这五个音是万代不变 是永远不变的 这个游戏厂商为什么取万代 其实就是根据太宫涛略所强调的万代不义 表示说他们对于消费者的忠诚 还提供的这个品质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的基本的经营的精神 这个也让万民哥想到老子 第三十八章提到一句话 故 这个里面怎么讲呢 故 私道而后得 私得而后人 私人而后义 私义而后礼 这个伏离者忠信之伯 这个伏离者忠信之伯而乱之手 伏离者忠信之伯而乱之手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按照老子道德经里面的阐述 就是说天地的运行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他认为不要影响到这个道 人最好是无为 不要去破坏这个道 他会自然运转 这个道如果没办法自然运行的话 那人就会去强调道德 因为道已经失去他自然的规律了 那要维持这个世界 能够和平或者均衡的发展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去强调道德 那道德如果还是管不住邪恶的人类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强调仁义 就是怎么样 要人和人之间 要有人爱等等的精神 那如果这种道德教育 或者人爱的教育 还没有效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透过理 这个理 这个广泛的解释就是法的意思 就是法律的这种基本的 法律的这个典章制度 所以对不对 孔子在世的时候经常就强调 这个要恢复当时春秋时代的这种秩序的话 要恢复这个理法 所有事情都按照理法而做 但是就老子的角度来看的话 去强调法律 去强调典章制度的话 已经是最不得已最坏的做法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理跟法律的出现 就表示中性之薄 就是人和人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和乐的那种关系了 信赖的关系了 所以要透过法来约束 有这个理 有这个法律 其实就证明了 它是所有祸乱的这种根源 因为你已经失去道了 这个道德又没办法约束 仁爱也没办法约束 这个义理也没办法医束 那怎么呢 只有靠法律 靠这个理 那怎么办 那就表示说 人类社会陷入一个极端 这个混乱的这个状况 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反过来讲 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偏爱日本的产品 就是相信日本的东西 能让大家放心 能让大家安心消费 相对的中国的东西 会比较在质量方面 会让人家比较不放心 这个万民哥有认识一些 内地的这些朋友 特别是有钱的一些朋友 有认识一些有钱的朋友 他们对日常的用品 这个穿的用的 比如说手机 这个电子消费产品 还不是那么在意 对吃的东西 要求特别的这个严格 经常是国内的这个食品 它是一点都不碰 一点都不碰 因为为什么 他认为用的东西品质差一点 还不会影响到 这个身体的这种健康 等等的这些 或者有危害的物质 进入到身体 但是吃的东西 可能比用的东西 对不对 更需要严格的把关 所以万民哥记得 这个两年多前 我到北京去拜访一个 很大的一个房地产商的时候 本来想要跟他合作 他一见到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中国现在最缺的 就是优质 可以让人家放心的这种食品 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有了钱以后 他们会觉得 他要取得 比较安心的这个食品的话 他必须透过进口的管道 来满足他的这个基本需求 但是这个也相对的 提供我们一个反向的思考 这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相对 让消费者放心的产品的话 那我们何必要进口呢 也就是说 中国当时的这个 或者目前的市场来讲的话 最缺的就是 可以让大家安心食用 食用的这个食品 或者这种化妆用品 就直接接触到身体 或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这些是目前中国 所最欠缺的这个产品 也是我们国家必须要 或者说我们一般投资者 可以着重的这个商机 虽然很多人认为 中国的人的这个素质 可能要再过十年 二十年以后 才能赶上这个先进国家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 起步 对不对 比较难 但是一旦呢 对不对 能够这个 进入这个轨道以后 其实要发展起来 未来的前途 是不可限量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这个 我到北京去见了这位大企业家 为什么要找 这个找万民哥 或者见万民哥呢 就是因为 他想跟我们合作 看我们可不可以 在大陆生产一些 比较这个 优质的 这些糕点 或者食品 加工的这些食品 不过很遗憾的 万民哥后来 在那个地方 在这个公司 只当了一年的总经理 就离开了 如果我还能继续当下去的话 我一定会想办法 促成这个事情 因为为什么 这种东西 在中国的市场 是这个 发展的前景 是无可限量的 那接下来 我跟大家看一张图 那这张图呢 就表示 中日之间 贸易这几年的变化 这个去年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 成长了15% 那反过来呢 对不对 中国对日本的出口 增长了6% 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中日之间的贸易 已经 已经怎么讲 反映中日之间的关系 已经趋于缓和了 过去几年 受到一些外交因素的影响 中日之间的贸易 的确是受到了 很大的这种打击 但是这几年呢 因为透过观光客的 这种交流 等等的因素 还有政治外交形式的 这种缓和 那么中日之间的贸易 又重新恢复了这个信心 日本好的东西 还有中国好的东西 可以卖到日本 日本好的东西 也可以卖到中国来 尤其有个数字 非常有趣的 就是去年日本 对于中国出口的 电机产品 高达460多亿美元 但是中国出产的 像日本出口的这个电机产品 高达600多亿美金 所以你是想 中日之间在贸易的往来上 不但是金额的变化 跟以前不太 不但有这个金额的变化 产品结构的变化 更是耐人寻味 我们看下面最后一张图 这张图是中国观光客 在日本消费的这个金额 那这几年比较趋于冷静 去年大概每一个中国人 观光客在日本的消费 平均大概是23万日元 被这个欧美 欧洲的观光客给超过了 但是也可以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说日本 或者说中国的观光客 在日本的消费 慢慢慢慢趋于理性 趋于这个合理化 所以会有这样的 类似的这种变化 像两三年前 那种我万民哥讲的 非理性的这种爆买 已经不复存在了 或者有减少的这种情形 但是人员流动的这种增加 对不对 还有成长 对不对 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我相信 对不对 这个中国人对于日本产品的 这种消费 对不对 可以带动 带动什么 带动国内相关产业 厂商生产产品的这种品质 让中国的内需市场真正的站起来 也让中国经济添加了另外一款新的这种动力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